因为,如果没有人,历史就不会改变,我来讲一个现实是,原始森林和现在的人类文明,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和在有人的地方,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是说有人,那么有人和没有人是一样的,历史都会发展,环境都会来促进。 但是,实际是,有人的地方,有文明,有发展,是人民推动发展,没人的地方,永远是原始森林,不管过多少年,它都是原始森林。 那是好,谢谢。 非常好。 OK,现在你说为什么你正确,为什么你正确。 Go! 我首先要讲,我们必须等有人,还是没有人。 说你们对,先说你们对,先说你们对,等一下说他们错。 好,好,好,再开始。 首先, AT FIRST ,连任 said, President Mao Zedong and President Deng Xiaoping, 当然,他们是优优人,我们必须确实它们是优优人。 但是,我認為,伊朗的時候,我會答應,中國會成為中國,像現在,新中國還是會成立的。 然後,即使沒有它們,也是會有改革開放的,中國的發展是必然去世,不會因為它們兩個人的存在,或者不存在,而有疑義,就好像美國,也不會因為華盛頓有疑義, 因為華盛頓,我覺得環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環境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毛澤東,為什麼他會成立的? 他是在方面的朝向市長,因為既然在他我們在日本的時候,我們有關於日本。 然後,他會成為更豐富,成為一個 hero。 如果他會成為其他國家,他會成為非常重要的。 好嗎? 好嗎? 還有嗎? 還有嗎? OK,坐我們現在 OK,非常好 OK,非常好 那破壞他們 你們開始 所以你們不行 破壞他們 我們先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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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的出現 我們先會發展 首先 我們先會發展 首先我想 新中國 是有毛澤東成立的 如果沒有毛澤東可能就沒有成立 新中國 如果沒有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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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目前兩個人 就不會到別家 接下來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自動主義的社會 而不會產生 新中國這個概念 可能就叫做中華民國 或者是其他的各種各樣的 日華城市 或者是中國 而不一定是中國 對方 對方並不只是一個 毫無依據 理論的一個猜獎 並不能成為你們的理論 第二點 之所以 什麼叫做歷史 歷史世界 因為人存在的一個意識 就是因為 人在地球上產生 然後他們推動了發展 然後所記錄在一切 這個叫做歷史 沒有人就沒有意識 你不能拿一些毫無根據 一些沒有生物的地方 成為意識 這是不可以的 他們不是說沒有人 不是說沒有人 不是說沒有人 但是大家是個相似一個人 不是全人 OK OK 多更多 你們是岩手主 OK OK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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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最方便 我之前剛剛說到 毛澤東和鄭小平 他們有他們 才會有這個新中國 而為了他們也會有這個新中國 我覺得這個觀點是 從一方面來說 對方來說 大好可以證明我們的觀點 因為無論是誰 他們都必須要信有這個意願 去改變這個新中國 那麼 無論是毛澤東也好 還是毛澤西也好 我們進去的是 我們增進他們是醫院 而他有這個意願做的 才有我們新中國 而至於我們什麼 改革抗胖老師 必然是 有一個團隊正好 作為他 就像北朝鮮一樣 納斯科瑞亞 金正恩 金正恩 我個人認為 朝鮮的改革抗胖老師 是在比重 而且對他們國家 對全世界都有好處 但是因為他們有這麼一個 世襲的制度 我認為是世襲的 然後他們有非常 他們有四方案的在那裏面 四方案的在裏面 四方案的在裏面 他們時時代代 從金正日到金正恩 這麼一下來 他們整個領導才叫 那個意願就是 把他們國家制製成那樣的 所以我認為 他們國家就是 存在現在那樣的 而不是我心裡中寫上的那樣的 所以說 有一點我們要記得 不是說環境去塑造一個人 然後怎麼怎麼樣 而是我們敬為的是一種思想 人的一種思想 我們敬為的是思想 那個康德曾經說過 他說他最尊敬的是兩種 他唯一尊敬的是兩種 世界上兩種東西 一個是頭頂上的心中 第二個是心中的道德反的 那麼我想就是說 我們應該尊敬的思想 而不受 什麼一群人二群人 好 那麼我主要是想要 對商時又是做什麼 對商人的 對商人 является 第三個觀點 bone neural不要那個觀點 説解一下 就把它梳理一下 它做慢一點 他媽 siblings說 環境先 一些一個毛澤東 他在狀態內 環境下 然後成為這樣一個毛澤東 然後去規定性質 這樣 所以我們把它entin trotzdem說 首先環境或用於人 然后这个人,他有自己的意愿,去改变了这一段意识。 你的观点是这样吗?如果说我把你的思路打慢一点,慢慢走的话,是这样的步骤。 所以说它的关键所在,the king of this America, 你的方式,the personal way of you should... 好,完了吗?就去了。 OK,now answer the question and attack them. 好,行,大家来。 OK, everyone listen. I want to look at you. OK,首先我想说,我们今天他说的,他说的是, 比方说是北朝铁,他说是思想道德标准, 他说是一个大家内心之后的标准。 那我想这个标准是怎么来的? 是作为一个环境,是给大家一个环境,一个大的因素, 大的因素,给大家做标准。 如果没有这个环境,大家一点都没有思想, 就是没有什么环境,没有什么影响的因素, 你怎么会有这个标准? 这标准是从头而来的, 可能是我们的大环境的因素。 比如说,我们听说的诚意,如果说日本, 就是说小日本当时来欺慰我们的国家, 如果我们没有人都能站出来,对吗? 到时候我们的国家,生活家水深, 我们当时都没有人是站出来的, 不是毛泽东,可能是福建东, 或者什么都没有人。 这个是大环境的因素, 必然会有一个人站出来, 这是大环境的因素。 不然我们这么多人, 就那么几个人, 我们人数那么多, 可能没有人站出来, 然后另外就是邓小平那边, 我们说邓一叶吧, 如果没有邓一叶, 我们国家经济这么落后, 老美美国那种都那么发达, 那么就是到时候就肯定, 不能是世界和平, 所以我们太落后了, 他们太发达了, 那就说, 他们都看不出我们自己, 都说看不出你们, 都说你们这边他们随便来, 就说你们这边随便来, 就说他们大壮, 我们这边都是, 还是像那个以前那种工件什么的, 他们那个大壮来, 全部保命了。 那个荷兰的就是那个, 那个, 你懂你吗? 荷兰那个我们的, 可能平等最大, 所以说我觉得是大大的环境, 就是这种环境, 就是这种环境影响了我们, 中国不得不做的是, 改革开放成的步骤,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那么少平站出来, 可能是80年, 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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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带给我们改革开放, 所以说, 一个人, 不一定是具体的特点, 特点的国分, 还有我想要讲一下, 就是你们这边, 刚刚有研究我们, 你们这样一通通,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一下子来, 让我们怎么打, 一下子这么多, 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你们还六个我们的问题, 要不要, 打他们的问题, 我要打新的问题, 没关系, 刚才, 刚才说, 人的存在, 这个人是一个贩子的人, 肯定是一个特定的某个人, 对吧, 你的意思肯定是一个贩子的乐人, 因为贩子的这么多的乐人, 他肯定是一个特定的环境, 所以说, 你刚才说的理由, 就已经是代表了我们自己的内容, 我不知道你是外人的间谍呢, 还是外人的演员, 我觉得你的演技非常好, 第二个, 就是孔生先生说的, 一个人有意愿, 他去改变中国, 就像毛泽东一样, 他有意愿, 他有一个强的意愿去改变中国, 但我想请问你一下, 当时那个时代, 除了他, 实际上就没有人, 有这个意愿去改变中国了吗? 但是, 为什么他没有成为这个力的? 有多少人都有这个意愿, 要去改变中国, 你难道就没有这个意愿去改变吗? 你肯定也有啊, 但是你能够成为这个力的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就很少, 但是为什么毛泽东一样, 能够成为这个力的呢? 就是因为他肯定了吗? 不是, 而是因为当时这个时代, 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出来, 但是如果现在再放到本来的话, 现在你能够不要出来一个 跟毛泽东一样同等重要的人吗? 我觉得不一定啊, 所以说, 环境肯定比个人更重要。 现在你得到自己的证据。 现在悉了, 你能够的证据。 我会提到一个证据。 我会做三个证据。 1. 3 OK。 一的证据。 OK。 那么, 大家。 你能够确尔是证据。 去认证据。 to prove you are correct and to prove they are wrong or say something, it doesn't have to be a question, it could be a statement why you are correct and why they are wrong the fact that people are wrong to prove that there is no harm 在这种工作环境下,三楼不同的思想,创造了三楼不同的人,所以说创造了一个历史,所以说是人的意愿改变的历史。 还有一个大炮和弓箭的问题,首先,本来在一个环境中,谁也没有盖到谁,本来应该和平地生存下去就完。 那为什么会打起仗来呢?肯定是有一方想占领地外国,想抢夺他们的东西。 所以说,这是因为这个人有的这种思想,所以说他就想发明了苏宁的历史,创造了大炮。 所以说,中国朝代的东西,为什么有东西?就是说,有人想到皇帝,或者我不服他,我不服他皇帝,我想到皇帝。 就是说,因为有人想到皇帝,所以说是朝代的东西。 OK,One point,One point. OK,OK,OK,OK. 我觉得,他说这个,完全就是,太笼统了。 我觉得,比如说当皇帝这个事情,那我也喜欢当皇帝,为什么我不能当皇帝,对不对? 他想去印第安,为什么我们不能给大家去印第安? 因为我们离印第安太远了,这个环境决定一个人的成功或者失败,这个是有一定因素的。 比如说,很多人,现在你说能吃苦的人不要太多,能毒素的人不要太多,为什么每个人不能太有钱? 因为需要机遇,人的成功需要努力是很大一部分,但很需要环境的机遇的推动。 一个成功是需要,最好准备等待一个机遇,所以说一个人的成功是很需要一个环境的支持的。 OK,One point,second to the last. 我来回答学弟的问题。 同样是,不同的人有相同的欲望,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实现,有的人不能够实现。 机遇和机遇是存在在环境当中,是在每个人的身边,不是只在你身边。 所以说,它为什么能够实现,而有的人是不能,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因素很重要。 这就突出了人,它能够改变这个环境。 然后再回答就是我亲爱的室友的那个事情。 它的意思是说,环境设立了一个标准,然后根据这个标准,历史发展。 但事实我们看到的是,在一些历史战争当中,有很多是以小胜大,以一几百这样的战争。 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们只看环境,天时地利,人不可。 没有用。所以说,人的重要性就在于这个领导者,他的能力。 如果说对面,我这边十个人,那边一百个人。 如果那边一百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像我这个人这样,能够领导这十个人,打扮你一百个人的话。 我讲的。